罪魁祸首 最大的欠债人 就是国土局的王修邦 此人性格内敛阴沉 没有官场上普遍的兴趣爱好 活动规律 每天开车来回 住的小区地段热闹 直接下手有难度 当然 如果拿着李爱国的枪 跟王修邦玩一个同归于尽 那自然不在话下 不过 徐策有妻子有孩子 他不能这么不负责任 对付他 需要制造几次混乱 再用一个大套子 把他瞬间玩死 另外两个目标 分别是城建局的副局长胡生楚 和城管局的副局长邵刚 胡生楚 籍贯安徽人 来白象县已有十余年 白象县的老百姓 都叫他胡畜生 据说 他儿子和县长公子合伙开公司 承接县里的市政工程 家里着实有钱 旧城改造拆迁队 听说有一部分是他儿子找来的 他当然是必须要死的 他围观低调 大概年纪大的缘故 并不太喝酒应酬 也没有包养情人 他很爱惜身体 每天晚上六七点 都会在小区外慢跑 动手 应该可以放在他跑步的时间 少刚 白象县 刚设立城管局时 他就进来了 早年是执法队队长 为人凶悍 谁都不敢惹他 后来不知他怎么运作 混上了副局长 他看上去似乎挺有钱的 但他钱从哪里来 徐策并不清楚 徐策只知道 少刚除了回家之外 还经常到县郊外的一个高档小区里 留宿过夜 他猜测 那里应该包养了一个情人 他家住在闹市区 看来动手 需要到他金屋藏郊的所在了 至于那个灵孝最后该怎么处理 徐策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禽兽之所以敢残暴伤人 只因为他的爪牙 如果拔光禽兽的爪牙 他就没有办法伤人了 处咒为虐者 往往以为自己不是咒 而不会遭受清算 喜不知 互利比狗官更加的可恶 徐策常常思考 为什么受到欺辱 日子过不下去 渴望公平正义的人 总是选择自残的方式申诉 要么跳楼 要么躺在车底下 要么拿汽油浇在自己身上 用火点了 且不说他们申诉的方式是如此幼稚 徐策认为他们普遍缺乏逻辑思维的锻炼和熏陶 他们以为 击辱他们的基层官吏虽坏 上面的高官总是好的 岂不知 上梁不正下梁歪吗 用辩证思维来论证 如果上面的都是清管 你需要用极端的方式牺牲自己 来祈求申诉吗 如果上面的是贪管 你用这种方式牺牲自己有用吗 所以说 自杀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用自杀来告状的 智力存在缺陷 并且读书时的树立成绩肯定不好 明不惧死 奈何以死拒之 如果他们打破了你对明天的所有希望 该怎么办 很简单 杀了他们 徐策相信 只要是省部级以下的官员 你如果已经不在乎自己生死了 完全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跟他拼个同归于尽